力赌机AKA的火爆 不要说太多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Nikki 现在请有投票权的101位评审在我倒数之后做出选择 如果你更喜欢BUBU这边的作品 就请扔出你们手中的红色毛巾 如果更喜欢KK的作品 就请扔出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 3 2 1 请投票 工作人员上台几票 那我们看看两位主考和队长 你们的感受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KK那边真的很酷 很帅 就是把女生的性感跟酷都展现得非常的好 对 而且虽然是女生 但是跳得很有力量 那BUBU这边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看 整体的完成度很高 我觉得我这个作品是一个很高级的作品 我觉得BUBU这一对高级同时 我觉得非常音乐剧的感觉会给我 给我非常 我不想用那两个字了 但是就很 很 不是不是不是 就嘿嘿嘿 是 是 是 art 真的 真的 真的很art 真的 那还真不是那两个字 对 但通常照我平时创作的时候 我是更偏于 更音乐剧 更有画面的一个 就是那种口味的 但今天不是平时 我们这一组 我是看过 最最最 有性格 最炸的女生们 虽然现在年纪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小 但是 我一生人看过 最炸的现场女生 就是这里 都用到了一生这个词了 一辈子 一辈子 活到现在 活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好的 我觉得就是精彩 两边的作品都给我体现出了 那种自信感 信心满满的那种感觉 不叫哥怎么看 对 但不太一样 就是 《步步》那对就是 他有很多娱乐性的设计 像小鸡出来 就那种画龙点睛的那种桥段 就是每个人都会感觉到 那个作品里面 带给大家的那种气氛 你会不自觉地活跃起来 但是 KK那边就不同 叫做纯舞台 我想很多男生 都未必有他那种 舞台表现力跟力量 整个舞台的设计 卡点 走位 力量 反正我觉得都是 女生中的顶级 谢谢四位队长的点评 KK 怎么想到 编这么有 女性力的这么一个舞蹈 这一期就想 自己跳得爽一点 就是想跳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所以就选择了找我的小伙伴们 然后都是女生 就跳我自己喜欢的风格 就OK 那让你的朋友们聊聊 他其实就是私底下是跟台上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他在这里的时候简直就是西字如今 对 但是他在我们那里的时候嗓门之大 然后是那种去个厕所就要叫 有没有人要陪我一起去厕所 然后买东西也一定是一定要拉人陪他的那一种女生 在我心中我就是很想跟他说一句 小宝贝你辛苦了 因为他真的就是他有伤有痛也都不告诉我们 然后就自己发了一个小朋友圈调侃一下 就说我应该是来武当山练武术的 对 然后 我觉得他这一次参加这个节目变得非常的坚强 很棒 很为你骄傲小宝贝 那么久的压力大就是我真的掉头发掉得很吓人 我起来我的那个枕头上我感觉我都秃顶了 虽然我以前也是一个要去主牌的一个位置在我们团队 但是会稍微比较有配合 这一次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我在掌握所有的东西 而且我会去分工 以前这是我做不到的 是我们队长的任务 有压力才会有收获 我的团队的人来了 排练的第一天吧 他们就说 嗯 感觉你现在很不一样 可能自己不自知吧 但是别人能感受得到 好的 Bubu 怎么会想到要拍这个作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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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很高興, 因為 很個人的, 像一個電影我看過我小時候 我很享受練習, 練習和練習 和練習和練習一樣, 努力的演奏 他就是我的演奏最愛的演奏 所以今天, 每天都在演奏 我練習和練習的演奏 这是我同样的 这是我同样的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在这场舞台上 那Dubu可以介绍一下 你的帮跳团队吗 可以先介绍女生吗 我们的耐度很简单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一波王家的红阳 霹雳毒鸡 AKA的火爆 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Niki 大家好 我是GD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打Disco的路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打Disco的星星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打Disco的珠子 大家好 我是来自WikFamily的青蛙 大家好 我是来自杭州FA的晨晨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一波王家的晨晨 谁 好 跟BUBU一起拍这个作品感觉怎么样 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们当时在跳的时候 BUBU说需要一个最后那个保安的角色 于是就想到了 然后我们俩同时想到了小鸡 我当下就给小鸡打了个电话 他把我挂了 事情是那样的 那天我刚好在跟李帅在一起 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吃饭 然后一个电话打过来 我看洪杨挂掉 然后我后来又想了一下 我说洪杨他平时不给我打电话 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回过去一下 然后就说BUBU要叫我来帮他跳 因为那时候已经马上要演出了 我问他说这样来得及吗 他说你来这边跑来跑去就好 那确实是很重的任务 对 我说这跑来跑去 我要跑不好会给跑没掉 对 所以我就挺担心的 所以昨天 昨天还前天又跟BUBU 两个人又排了一下 今天才跑成这样 对 有点小满意 对 因为不管是谁 只要是我们一波王炸的队员 当初在海选赛道上给一波队长说要塞满火药 虽然我淘汰了以后 来这边 只要谁抠我 能塞就塞 好 然后这位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 NIKI 嗨 大家好 NIKI 为什么刚才BUBU介绍你的时候很特别呢 不用了 好 我们来聊一聊BUBU的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人 BUBU是内心深处是一个小朋友的人 然后跳舞他是非常生活化 就是他在生活里面有些什么 不管是电影或者是生活一些习惯 他都会把它放到他的舞蹈里面 所以是很丰富 所以我这次非常开心可以来帮助他完成这个秀 生活当中他也是经常会 比如说吃着饭的时候就跳舞之类的 会 他吃到好吃的饭他会跳舞 他会这样 就是我煮的一些东西他会就是这样很开心 我肚子饿了 从早上开始就没吃了 最好是 BUBU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NIKI给你加了多少分这个作品里 好 完美 完美 好的 那我们就把这边的采访定格在这个完美 完美 好 现在两队的分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 两人弃票 比分 比分 54 比45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可以直接晋级总决赛的是 一波王炸队的BUBU 一波王炸队的BUBU 这就是街舞 我自己而舞 我自己而舞 不需要装顾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我自己而舞 不需要盲目 You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我停下脚步 是为了扎死 I say hey 这就是街舞 当我这就是街舞 当我这就是街舞 现在我们请王一博队长 为BUBU戴上他的 战队专属毛巾 我认为王一博 我认为王一博 我认为我赢了 我们是两个人 一失去一失去 所以我觉得 结果不错 我认为 它非常棒 在哪里 能够理解决 王一博 会在冠军中 羽博 布布冲击总决赛 有什么话送给他 白酒完事了 恭喜 恭喜布布晋级 现在请去往观战区